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开始呢,来学习一下除了这个算数运算符之外,其他的其中运算符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首先来讲一下这个负值运算符啊,我们看一下 放大一下,好,负值运算符啊,有以下的这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类 大家其实呢,可以看到啊,这个负值运算符啊,和我们算数运算符很相对不对 比如说算数运算符呢,有这个加号,然后呢,我们负值运算符呢,有这个加等号 然后呢,算数运算符呢,有这个称号,然后呢,负值运算符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称等号 我们可以看到啊,负值运算符啊,它其实呢,就是在算数运算符的基础上面,又加了一个等号 这个呢,是一个小小的规律 好,那么我们首先呢,给出负值运算符的这样一个概念 负值运算符最重要的这个概念在于负值上 它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变量负值而产生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负值运算符的第一个是一个等号的嘛 这个等号的作用,我之前在讲这样的一个变量的时候 视频有给大家介绍啊,我们给变量负值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用的这个等号 好,等号的这个概念很好理解啊 那么后面的加等,乘等,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斜杠等 它们是什么意义呢 那么这些符号的意义在于啊,先做运算再出去 比如说加等,先做加法运算 然后呢,再把这个加法运算的结果呢,负值给我们的某一个变量 好,然后呢,我们需要具体的到我们IDLE里面啊,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负值运算符,它应该怎么用呢 我们举一个示例 我现在呢,把1负值给一个变量C 这里大家要注意啊,我说的是把1负值给一个变量C 我为什么没有说定义一个变量C呢 这个呢,还是我之前说到过了 Python的变量呢,是不需要定义的 这个呢,和其他语言是不同的 所以说呢,最好呢,是不要说定义一个变量C,然后当它取这东西一样 而一个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把1负值给一个变量C 也许有时候我也会说这个定义一个变量C啊 因为呢,可能这样说的更顺口一些啊 但是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白 Python里是不存在变量的定义的 好,大家呢,只需要记住我之前啊 在讲解变量的时候所说的这句话 变量在Python里面就是一个名字 好,在把1负值给变量C之后啊 我现在呢,要做一个预算 我现在呢,要把C这个变量加上1 然后呢,再负值给C 这个代码怎么写啊 应该写成C等于C加1 好,这个呢,就完成了我刚刚说的这样一个逻辑 好,然后呢,我们运行看一下结果啊 C,好,等于2都不断 那么在以上的这两端代码里面 我们用到了我们这个负值预算符的第一个啊 也就是最基本的等号 它的作用就是负值 然后我们看一下 C等于C加1啊 它有一种简写的形式 怎么写呢 这个写法就是C加等于1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呢,C最开始就是所等于1 然后呢,C又等于C加1 其实C变量2 然后呢,再做一次C等于C加1的操作 现在的C应该是多少啊 我们看一下啊 Print C 应该是3啊 对不对 好,所以说啊,我再重处一遍啊 C加等于1 它呢,是C等于C加1的一种简写 然后这个时候呢 加等于啊,就是一个负值运算符 好,那么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扩展 在其他的一些语言里面啊 像C等于C加1这种操作 除了可以简化成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负值运算符 C加等于1之外呢 它呢,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这个C加加 这个地方的C加加 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编程语言的 这样一个C加加 这个地方的加加呢 在其他语言里面呢 它呢叫做字增运算符 同样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字减运算符 C-C加加呢 就是C等于C加1 C-就是C等于C加1 但是问题是在Python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C加加 它会报错 C-也会报错 这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Python 它在Python语言里面 是没有这样一个字增 或者是字减运算符的 好,然后呢 我们再加深一下 对这个负值运算符的理解 我现在呢 把2这个数字复制给B 然后呢 我呢 把3数字复制给A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B等于B加A 这样的一个复制运算呢 我们可以怎么减化呢 用复制运算符 我们可以减化成B加等于A 好,然后呢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Print B看一下 它将得到结果5 好,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的扩展一下 如果我现在呢 换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制运算符 B-A 大家猜一下 这个运算结果 执行了之后啊 现在的B啊 它将打赢出多少来 换一个B 大家猜一下 这个结果啊 将等于2啊 好,为什么 因为呢 你在执行了B加等于A的之后 B的结果是5 对不对 然后呢 B-A 它呢 是可以等于这样的一个B 等于B-A的 好,所以说呢 5-A的值3 然后呢 走到结果2啊 好,这个呢 就是减等啊 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么以此类推 还有B乘等于A啊 大家觉得B乘等于A 这段代码执行之后啊 我再Print B的结果是多少 大家想一想啊 好,B乘等于A 它的这样的一个运算结果呢 将是2乘以3 应该等于6啊 好,那么我们 换取了这么多负值运算符 它的这样的一个用法之后啊 大家呢 现在呢 对这个负值运算符呢 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啊 那么最后呢 我还要再次强调一下 负值运算符 你最终呢 一定要落实在负值上面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我再定义了两个变量AB的之后啊 A加B这样的一个操作 和B加等于A 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区别就在于啊 A加B B没有改变A和B的值 不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Print A它还是1 对不对 然后Print B它肯定还是2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落实在我说的负值上面 但是呢 我们换一个写法 B加等于A 这个就变了 因为我们说过了 这个B加等于A呢 它呢 可以找到B等于B加等于B 那么这个计算的结果最终呢 是要复制给B的 所以说B的这样一个值呢 改变了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好 我们可以Print B看一下 它不再是2了 它是3 好 那么剩下的呢 还有这样的一些除等啊 取磨等啊 这样的一些啊 其他的负值运算符呢 我们就不再一一讲解了 大家呢 可以啊 下去了最后呢 自己试一下 可以呢 参考啊 我们的这个地方 所列出的这样的一些负值运算符 好 那么关于这个负值运算符 这一大类的运算符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 但是呢 我们下集课的